战争机器里面有没有类似贾维斯的人工智能呢 为什么没有见过罗德与战甲的人工智能沟通 在钢铁侠2里 托尼以为自己的命应该活不到第三波 于是故意让罗德开走了一套战甲 想让罗德来继承他钢铁侠的遗志 于是战争机器诞生了 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罗德的战甲里好像并没有类似贾维斯的人工智能 并且连操作投影界面都不太一样 而托尼送给小蜘蛛的每套战衣 都配备有保姆式的人工智能 托尼跟小蜘蛛才当认识 而罗德与托尼已经是多年的好友 为什么托尼不给罗德也配个人工智能呢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罗德的煤菌背景 小蜘蛛的背景只有钢铁侠 托尼可不想让自己的人工智能落入煤菌手里 因为此时九头蛇已经渗透进了煤果高层 要是再让九头蛇拿到托尼的人工智能技术 那九头蛇的洞察计划将完美实现 因此战争机器里应该并没有托尼的人工智能技术 就算有也是煤菌给的低配版 人工智能的初衷就是帮助穿戴者迅速做出有效判断 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而已 比如托尼在泰坦星之战中 不用人工智能托尼也能与灭霸大战三百回合 使用者的主观操作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你认为战争机器里面到底有没有托尼的人工智能呢